大马机场和警方今天召开记者会 揭露有人假冒移民局官员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擅自检查 旅客签证或护照 甚至还乐所和恐吓游客 要对方乖乖付钱才能放行 而目标群体大部分都是外籍人士 警方总共逮捕了18人 其中古人已经被控上法庭 冒充公务员 我国机场竟然出现假的移民官 吉隆坡国际机场 今天连同警方召开记者会 机场警区主任 祖吉菲李助理总监揭露 有犯罪集团穿上移民局官员的制服 在机场照摇撞骗 他们通常会在角落处 检查旅客的护照 然后就以各种的理由 例如签证过期 护照出问题等等的这些理由 勒索或恐吓对方 要对方付钱才能离开 而目标往往都是外籍人士 例如孟加拉人或巴基斯坦人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接获 多宗投报 并已经展开逮捕行动 根据了解 在2018年总共接获 8宗投报 而2019年则是2宗 警方目前总共逮捕18名男子 其中5人的案件已经带上法庭 嫌犯的行为抵触刑事法典第384 勒索条文 以及第385试图勒索 以致令人陷入恐惧中条文 另外也触犯刑事法典第170 冒充警察条文 在这项条文之下 罪成者将监禁至少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警方呼吁 若民众在机场遇上可疑的人物 可立即到柜台投报 警方也会加强执法 杜绝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 针对机场频频发生 霸王车非法召客的事件 机场交通指挥中心官员 沙拉瓦兰表示 在今年首两个月 当局已经逮捕了33人 总罚款金额是84,500令吉 案件也已经带上法庭 嫌犯的行为抵触2010年 公共交通法令第205之一 以及第243之一条文 罪成者可被罚款最高5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5年 为了避免买到黄牛票 当局也提醒民众 可以到机场所设立的官方敌视 或巴士柜台购票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